今天炒个肉来吃吃吧 完了 BBQ了 要了给肉解冻了 只要给你浇上一壶热水了 你这样临时抱佛饺 轻则让我口感变差 重则营养流失 那我现在咋办呀 你现在去准备一盘水 滴几滴白醋 再放一勺食盐 再把我放进去 你这不也是临时抱佛饺吗 你懂啥呀 醋里面有很多醋酸 可以去除腥味 也能降低冰的溶点 这样能帮助我快速解冻的同时 还能保持口感 瞎说啥 真的快速解冻了呀 这风发妙啊 咱们都生长到中后期了 你还这么小 大哥 你这不是不孝百步呀 只要我不是最小的 那就不用担心了 大哥 快放开我 你这样做 难道是想让我变成最小的 难道我做的还不明显吗 嘿嘿嘿嘿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 我竟然成最小的啦 大哥 这都得感谢你呀 你帮我倒精 不仅让营养传输不到精液部分 才使精液部分的营养回留给我 才使我变得这么强壮 我这不弄捉成巧了吗 你干啥 我就摘几片叶子 别大惊小怪的 就你会摘 这几片肥厚的叶子 全被你摘掉了 别那么小气 今天摘你几片叶子 过几天还你几盆多肉 你最好给我说到做到 等了半个月了 终于生根了 你看我这说到做到了吧 没想到 这方法还真能一颗变多颗呀 厉害呀大哥 家里菜吃不完了 过几天再吃你们 渣男 连保鲜措施都不给我们做 真不怕我俩变质啊 只可忍输不可忍 咱俩这就送他个窜息大礼包 让他长长教训 有 我以为在干啥呢 原来是刁民大声密谋 如何害朕 还想变质报复 这下看你俩咋笨 大哥 怎么办 这水隔绝了空气 我没法变质啊 也能杀君 我也没法变质了 嘿嘿嘿嘿 盐水浸墨保鲜法 能让豆腐一周不发粘不发臭 跟我玩 你俩还嫩了点 喂 你没看见我身上都爬满蜗牛了吗 别急 看我撒盐 来一只撒一只 你家钱多啊 那我喷点农药 我是生菜 生着吃的 你不怕到时候把自己送走啊 又不让我撒盐 又不让我喷药的 那咋办啊 亏你还是个人类 自己蜗牛驱逐水都不会吗 六时之后 这什么味儿啊 又咸又刺激 也太难吃了 又得换地方了 蜗牛真的没了 这自制的蜗牛驱逐水 真是环保又给力哦 你离我远点 我看你就是想来抢我的营养 大哥 就你这脾气 到底谁抢食神营养还不一定呢 那你还不快走开 大哥 我都已经扎根在这儿了 怎么走嘛 这好办呀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吹得我头灰眼花的 快过来扶一下我呀 大哥 现在知道自己单着不好了吧 我俩在一起 不仅可以互相盘根 还能相互支撑 增强抗导服能力 这辣椒苗双科定值 不仅防导服 还提高存活率 达到增产效果 真是一举两得呀 这天热的 我都要二级烫伤了 还不给水喝 这分明不想我活嘛 这天确实很热 但是我有水喝呀 这都几天没浇水了 你咋可能 你咋可能开得这么好 这几天 多亏了这浇花神器呀 让我一直有水喝 什么 你哪来的这浇花神器 在装满水的矿泉水瓶盖上 扎个孔 插一根棉签 再用筷子固定瓶身 倒插入花盆里就行了 这方法好呀 这样几天没人给我浇水 我也一直有水喝 大哥 你那么高大 把你营养分我一些呗 不行啊 我宝贝果子还等着营养呢 客气一下 还正给你脸了 草家军们 起来干活了 咋下冒出来这么多 怕了吧 除非你用除草剂 否则休想打翻我们 不过那样 你的果子可就有农药残留了 这是我太太太爷爷 留下的防草布 不用任何农药 照样能让你们知难而退 哈哈哈哈 大哥 咋办啊 回去区的看不到阳光 我快挂了 咦 没想到 他使用物理防御这一招 还没咋办 你投胎重来吧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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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不用农药 不用除 这太太太爷爷给我留下的防草布 还真是环保又有用啊 昨前买的小葱 今天都粘成这样了 你不给人家保鲜 现在怪别人粘了 什么 咋不早说可以保鲜呀 差点亏大发了 天呐 你简直给我气笑了 快把我带去冲洗干净 把葱白切下来 用保鲜膜包住根部 装进密封袋 然后放进冰箱的冷藏室里 注意 根部朝下的放啊 这么麻烦干嘛 这样还可以使葱白 继续生长两天 拜拜了您嘞 你再把我切成葱末 放进保鲜盒里 注意 一定要瀝干水分呀 这又是为啥 因为要把我放进冷冻室里保存 我瀝干水分 我就冻成一坨一坨的 这都几天了 居然真的没捏 这保鲜方法真棒 老弟 仗师不错 想不想扩大规模 走上树生巅峰啊 还有这好事 怕不是糊弄我吧 我费尽巴拉才长这么高 咋就给我捡了 你是对家派来的卧底吧 不懂就别瞎说 你们香榛树顶端优势太强 不这样捡一下 会争夺侧脂营养的 拉倒吧 我看你就是怕我长得太高 你不好采摘 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哎哟 咋冒出了这么多新芽 看见没 要不是我帮你修剪 你这些芽蝶 可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哎哟 我自己长出来的 反倒是成了你的功劳了 脸皮还真厚 如此修剪 还真比往年的产量高啊 这人还真没糊弄我 老弟 想不想扩大家族规模 光纵要走啊 那感情好啊 要我提供啥不 一个小枝条就够了 疼疼疼 我这么小一枝条 还这么折腾我 真嫌我命长啊 别急 这是为了防止多余营养消耗 扩大你底部和水的接触面积 有助于你生根啊 你别说 这样我就不会沉到水里泡烂了 还可以游泳呢 不错嘛 已经生根了 这盆里比水里舒服多了 我一定好好找 开出最大最香的乐技 这花开得真好啊 水培乐技果然简单又高效 把点芹菜炒猪肉喽 哪来的提拌手法 像这样拔一茬种一茬的 你不嫌累啊 你又不是韭菜 难道还能搁一茬长一茬 学着点 像这样 由面向外 败掉我的叶饼 注意不要伤害到我的心 几个月后 我就能恢复如初了 轮到你了 你有啥技巧没 没有的话 我可就连根拔了 大哥 我没它那么麻烦 只要给我留下两到三厘米 追好水肥 就能再长出来 你俩要是敢骗我 可就不止拿来炒猪肉 这么简单了 咱芹菜生命力顽强 只要根部保留完整 追好水肥 就能晦涂转生 瞧好吧你 这俩芹菜还真没骗人 这两种采收方式 还真能让芹菜再生啊 你在干嘛 你在用银针试图吗 你看清楚 我拿的是牙签 啥银针呀 那你要干嘛 要陪我做针酒吗 做啥针酒呀 我这是在帮你保鲜 就你这样保鲜的 你分明就是不想让我好过 快走开 那你到时候可别后悔 要是让你拿牙签这样扎我 我才后悔呢 为啥它还这么新鲜呀 往白菜根部插入牙签 不断了白菜继续生长 这样就可以延长保鲜期了 哪像你这样 坏得这么快 哪有你这么养鱼的 我怎么了 你看这些鱼都学会洋泳了 洋泳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鱼是死掉了 怎么死掉了 新鱼不过温过水 你让它们怎么活吗 那你快教教我 你将新买的鱼和袋子 一并放入我这 等鱼袋子的水 和鱼缸里的水温度 达到一致的时候 再倒掉里面三分之一的水 哦 这就是过温 是的 然后再将我这里的水 加入袋子里 过十分钟 再重复一次 最后再将鱼放入我这 哦 这就是过水 是的 温度突变和水质突变 都会引起新鱼生病 这种养鱼小技巧 你现在懂了吧 嗨 你早说嘛 我之前养鱼小技巧 都是靠三天换水 七天换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宝